孩子看世界 看世界的孩子 欢迎今天的三位孩子们 地球上的每个地方 每天都上演着不同孩子们的故事 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 我就想先问问看孩子们 你们花最多时间的那个行程是什么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玉宁 大部分都是在上课跟补习是最多的 上课跟补习 听起来有点小悲惨 好 余丽呢 在学校上课 在家复习作业写功课 然后还要去补习班 补习 可能在学校上课学习 或者是在家里就是要复习 明天要考的考试 感觉大家的行程 花最多时间的都跟什么有关 教育 对 都跟学习教育有关 对不对 不过我就想问问看你们 到底为什么学习或者说教育 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想过吗 我觉得教育是必不可少 因为假如在宇宅那边摸索 反正时间会很长久 我觉得要在这个教育体系的学习过程中 学到待人处事 还有学到正确的知识 以后长大之后才不会做一些 害人害己的坏事 我觉得去到学校和同才之间的相处的应对 也是很值得学习的 透过学习你会认识很多不同的人 然后学习怎么跟他们相处 所以我们可以确认的是 教育对于人类来讲 就跟刚刚玉宁说的一样是 必不可少 不可或缺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而这也跟联合国在2015年提出的 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中的第4项是符合的 这项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确保有教无类 确保公平以及高品质的教育 同时也推动终身学习 不过现在因为科技进步 有一些国家的政局又一直变化 再加上又有气候变迁 还有COVID-19疫情等等的影响 我们人类的生活其实一直一直的在不停的变化 而这也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故事有关 来 我这里有三张图给你们看一下 不过我们这次比较特别 我们利用接龙的方式 好 你们一人帮我选一张图 然后把这个故事接龙下去 来 有没有人要帮我当第一棒 好 玉宁 那你要选哪一张 我选的是这一张 好 对 我觉得许多孩子们的家长 可能因为疫情被隔离 然后导致孩子们没有人照顾 于是他们就被集中到一个地方 会有专门的人去照看他们 好 那第二棒 余莉啰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里面 都是一些爸爸妈妈因为隔离 而没办法教导小孩的一些小孩 集中在这里 他们会一起学习新知识 然后写功课 然后还要复习明天要考的内容 然后他们做完这些要住的事之后 就会开始做玩乐 他们有提供一些桌游 可以供大家一起玩乐 他们玩得非常开心 大家在里面玩得很开心 一起学习 对 好 小玉宁 最后一棒了 我觉得是在这个地方 可能今天来了一位新的同学 那图片中的这位老师 可能就带着这位同学 去熟悉一下这学校的环境 然后去认识他的同学 然后顺便融入在这个群体当中 那像图片的一些 比较早进来的同学 就拿着电脑 可能跟这位新同学 正在分享着他们这段学习的一些经历 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起学习 然后交新朋友的故事 这其实是一个发生在拉丁美洲的故事 你们知道拉丁美洲在哪里吗 拉丁美洲呢 其实文化上的意义来讲 就是在美国以南的中南美洲的这个位置 那我考考你们 拉丁美洲有哪些国家 墨西哥 墨西哥 巴西 然后瓜地马拉 阿根廷 然后智利这些都是 哇 大家地理都很好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是发生在这个拉丁美洲 不过这个故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跟我们的孩子们想的是一样的吗 我们马上一起来看看吧 你们看 这个故事呢 其实就是在描述 拉丁美洲现在的教育现况 因为我们这几年遇到了什么 很严重 疫情 对 疫情对你们的教育有影响很大吗 有 有 那在拉丁美洲也有一样的状况 甚至是更严重的 因为疫情 然后就会造成经济的衰退 那经济衰退 就会让失业人口啊 贫穷人口都节节地攀升 所以这样子的话也会影响到教育 有人说 因为这个疫情 所以让拉丁美洲的教育 后退了十年 后退十年 就是那个程度 那个教育的程度 后退十年 有调查就显示 拉丁美洲现在有六年级的学生 有八成都读不懂简单的文章 简单的文章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 然后加上他们设备又比较不齐全 就有拉丁美洲的妈妈也说 他的儿子因为线上上课 就没有办法专心 成效就是很低很低 然后那种家里有好多个小孩的 如果同个时段要上课 但只有一只手机怎么办 那其他小孩就不能上课 没错 我们的新冠疫情到现在 也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了 我相信大家在这段期间 都有很深刻 也有很不一样的感受跟体悟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玩一个小游戏 等一下你们手上就有这个 圈插牌 对不对 我会出一些题目 然后是关于疫情 对于我们的生活 还有教育的影响 如果你觉得那个叙述是正确的 就打圈 如果你觉得不对 就打插 如果觉得没什么感觉 或是好像对又好像不对 对 就打中间 中间可以吗 这样了解游戏规则了吗 那我们要开始了 好 请听题 第一题 疫情让全球失学人数增加 请举牌 疫情让失学人数增加 我觉得是对才错的 好 大家都对的 都对的 好 那么我请雨莉来回答好了 你刚刚最慢举牌 你觉得有什么是正确的 因为学习的时候 如果还要用到其他的设备 那这些设备又一定要花钱 那如果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比较穷困 比较没有多钱可以缴在学费上面 因为还要去买这些设备 可能会让小孩说那你就不要赌书了 这样子就会造成失学人数增加 等于是疫情会影响到经济 然后经济可能又教育又会是 比较容易被压缩 或是被排挤的那个项目 好 那我公布答案了 答案是 全 没错 疫情就是会让全球的失学人数增加 我这边有一项小小的数据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调查 那个地区有99%的学生 在部分甚至整个学年都没有办法参加 就是面对面的这种面授的课程 而且超过60万名的儿童 是没有人照顾的 310万青少年辍学 30多万学生被迫要去做工作 就是没有办法读书 而且这个只是拉丁美洲地区而已 你要想想看如果是全球的状况 是不是更严重 所以疫情真的让全球的失学人数 不停地在增加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好 接下来第二题 请听题 因为接触电脑手机的机会增加 所以学生都变成3C达人 请举牌 又是三个人不一样的答案 好 那么我来听听看玉宁的好了 为什么你觉得大家都会变3C达人 莫非您就是那位3C达人吗 因为以前我对3C是非常没有知识 我只知道就是玩游戏看YouTube 哇 好垂实 对 对 但是当就是必须要用3C去线上上课的时候 就要去学 对 像很多Google网站 他们都有可以让你线上上课 甚至还有什么密码 网址那些都要去学 好 那么我们公布答案了 答案是 虽然说 机会增加了 频率增加了 但是不代表大家都变成3C达人 那是因为你们可能有这些 接触这东西的机会 但是你知道吗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孩子们 他们是没有办法远距教学的 疫情不一定会让大家变成3C达人 那么我们刚一直讲到远距教学 线上教学 这些就是替代实体教学的一个方案 我想问你们 你们喜欢线上教学吗 有点犹豫这样 来 玉玲你喜欢吗 为什么 应该说半喜欢半不喜欢吧 对 喜欢的地方应该是 就是可以比较放松 对 不会被像课堂上被约束住 对 不用这样一定要做直挺挺的 不可以抽水 不可以吃东西这样 雨莉呢 完全不喜欢 为什么 那老师讲话断断续续完全听不懂 老师在讲什么 那老师忘记开麦克风 然后我们又提醒不到他 他就直接讲了一节课 然后都没有开麦克风 那真的是 那一个小时的学习成效就是零 对 完全没有 所以雨莉不喜欢 小玫瑰呢 我非常的喜欢 为什么 再加上就可以在家里吃到 就是妈妈自己做的 的这个午餐 早餐 晚餐 都给你吃到 那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 就是不习惯的事 就是平常下课的时候 可能可以跟同学聊一下天 聊一下八卦 但是可能变成在线上之后 就可能只能用讯息去聊天 有一些孩子们 他们因为设备的问题 或者是经济的问题 他们是没有办法远距教学的 就是等于他们没有办法受教育 那你们觉得要怎么解决这个状况 雨莉呢 我觉得可以去募集资金 甚至去捐赠一些物资 特别是电脑软硬体那类的 对 然后帮助他们也可以 线上上课学习 我觉得政府可以跟不同方面的 民间企业一起合作 让比如说资讯科技 资讯科技 多生产一些电脑 然后去捐给没有设备的小孩们 然后比如说电信业 他们就免费提供网路给这些小孩们 所以我也觉得 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 应该要把教育 视为疫情后社会复苏的首要之物 全面帮助的孩子们复学 然后培养他们基础的阅读能力 数学的计算能力等等的 这样一来也才可以实践 永续发展目标中的第十项 减少不平等 希望不要让这个 教育断层的后座力 成为孩子们未来发展的绊脚石 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一句台语谌语 叫做 意思就是说 小孩子一定要接受教育 才会成为一个有用之材 教育可以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那么今天的孩子看世界 就先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来一起看见 世界孩子的故事吧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看着我们下次见